中國漁船翻覆兩死意外 私者家屬跟陸方代表 今天在海巡及縣府人員的陪同下 到金門當地的殯儀館上香 可以看到家屬持鄉祭拜時 難掩悲傷情緒一度崩潰大哭 意外事發致敬已經超過20天 家屬跟陸方人員前來金門 處理後續事宜也已經過去了15天 但陸方台方經過15次協商都破局 泉州台辦副主任李朝輝也說了重話 這充分表明民進黨當局 沒有解決問題的誠意 我們也沒有必要再留在金門 由此造成的後果 由民進黨當局負責 根據了解海巡署分署長 陳四川也到場陪同上香 並給予20萬元人民幣 約台幣88萬元的撫慰金 由於雙方撫恤總額 還沒有談妥家屬當場拒絕 至於下一次溝通協商的時間 還要再安排